- 講到感情表 我們就講一個故事 兩千年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李遠哲 在選前最後一天出來用錄影的方式 幫陳水扁站台 在那之前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個標題叫做 台灣要向上提升 不要向下沉淪 在那正前 其實阿旁透過很多關係都去找李遠哲 甚至阿旁又去找他說 你如果不願意 我總統領利算 我來做你的副手 但是李遠哲當時說 我不要插政筒 後來為什麼他願意出來 在那個之後 李遠哲自己解密 他說他有一天在電視上頭 看到年輕票 刊到送出的手 劃動算 那時候李遠哲心裡想說 台灣的政策怎麼可以不敢變這樣 所以因為言輕票 讓李遠哲站出來 可是大家注意看 這是站在韓國瑜旁邊 不是只有言輕票 阿比亞 張榮衛 派系大結合 花蓮王 傅昆奇 還有一個中華的蕭景田 這都比較大腳的 其他小腳我就不要說了 過去我們批評 國民黨的黑金的政策 這次全部站在韓國流行兵 大復辟 對 為什麼 那他們難道是支持韓國瑜的理念嗎 支持他進中聯辦嗎 當然不是嘛 那韓國瑜答應了他們什麼 承諾了他們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 國民黨再怎麼樣 至少現在的黨中央 他至少跟這些地方上的派系 基本上他是保持一點點距離的 也許我在維護地方上的 我國民黨統治的時候 我需要靠你的力量 但是不好意思 你們要賺錢 我可以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但是你要插到我中央的事情來 不好意思 你們不夠格 這是長期國民黨 外圍 對 大概態度是這樣子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 你記不記得當韓國瑜被動 參加國民黨初選被動的時候 第一場在台北市場 在開到站在他旁邊什麼人 傅崑奇 那言清彪 蕭景田 蕭景田 都站在他身旁邊 這些人 所以曾經有網友副手 說阿蓋如果做總統 傅崑奇做金管會主委 因為他內線交易他最熟 那個張榮衛呢 這個言清彪可以當法務部長 因為育政改革他很熟 因為他坐牢經驗很豐富 那張榮衛呢 就可以當農委會主委 因為他很會賣菜 因為張家長期在台灣的清果運輸 我想這個昆程應該很清楚 張家長期這個勢力是很龐大的 那蕭景田當什麼呢 當警政署長 因為不聽話會把你幹掉 因為他可以這個把警察幹掉 雖然他最後被判刑 不是因為殺警 是因為協助搬運屍體 但是信不信大家自由新政 就是這種酷售一旦出現的時候 你看到站在韓國瑜身邊這些人 大家的感想是什麼 我們台灣的政治 難道要重新回到 當時我記得立法院裡面 在2000年之前的立法院 當時立委還有225席的時候 我不曉得昆程那時候有沒有在那邊 那時候立法院有黑底的 是可以白整班的 都有黑席的 新區那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衝突的時候 衣服沒水去抓破去 那裡面都恰龍恰風的一堆 那是當時的國會 好不容易現在立法院變得好很多了 難道要這些人再回來嗎 所以我覺得 言清標這個出來 除了剛剛大家分析說 做人的道理 真意想 你對郭台銘不棄 你對王金平不棄 那對於韓國瑜來講 我認為這個是他民調下跌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的確 這個范老師怎麼樣看 現在言清標 我們從言清標這樣談下來了 其實也看到 這韓國瑜問題所在 如果說他出來選總統 竟然是會讓過去大家 避之唯恐不及的黑金 全部大復辟嗎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包括言清標來講 對他們地方勢力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知道在 蔣經國去世的時候 李登輝接任總統 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可是當時他黨中央 其實算是被罹罰 被這些外省的 所組織 這個江衛國 這些所組織 這個領養港 這些所謂的 原本的執政聯盟 所以李登輝基本上 他要總辦來奪權 他就有靠 地方來包圍中央嘛 加上後來我們看到1992年 立委第一次全面改選 那這個時候國民黨 要怎麼樣地方包圍中央 就把那些本來在審議會 審議員 或者是地方的這些所謂的民代 他們就一下就跑到 立法院來了 那這些人大分是什麼人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看到了 言清標啦 他們這些所謂地方派系嘛 他們因為又跟這個 黑道多少有一點關係 經驗也在地方你還要你總是要有一些衝突啊 要調節啊 就跟黑道有些關係 像言清標 他之前也跟一些這個黑道 有些有些糾葛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就變成後來黑金政權進來了 但是他們基本上都還最高最高 還是在國會這個層次啦 這些工程啊 喬一些工程啊 有些外包 外包一些什麼什麼土方啊 這些東西 還沒有到所謂的行政的位階 但是馬英九從2008年 當任總統的時候 馬英九基本上他是一個學者啦 他對這個地方派系 他是近而遠之啦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地方派系 也吃別了八年 等到現在他們好不容易怎麼樣 逮到機會了 而且韓國瑜如果當總統 那不得了 剛剛阿旺講的 這個資源就比這個本來只在立法院 還要去跟行政部門去關說啊 才撈到一些東西 我現在可以直接分配了 那是不得了的啊 所以你也不得不佩服韓國瑜他是 他本身他是黃復興系統 他是軍系立委 他跟這個黃復興黨部關係很密切 他是可以說唯一把 可以說跨逐黃復興跟地方派系 他把這兩個做結合了 這當然是跟他的太太李嘉芬有關嘛 李嘉芬他們跟雲林跟張榮衛家族 他們是有關係嘛 那張榮衛又跟這個 傅崑奇又跟這個 台中延新彪他們就做了某種結合了 但是我剛剛講過 大家都說他們是利益結合 所以利益結合他沒有價值觀 利益結合也是很脆弱的 如果今天我覺得來講 如果郭台銘真的 也出來參選了 郭台銘的民調高於 韓國瑜 這些人會不會落跑 轉向搞不得轉向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種利益結合 那你說 郭台銘跟這個 柯文哲跟王金平 是不是也是利益結合 我覺得國民黨很可悲的是 兩組都是利益結合 來來來 好久有頂紅帝啦 讓我講一下 對對對 我是建立的啦 以前我建立的時 建立學的時候 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 研究的重點之一啦 過去我們在討論地方派系 是用什麼 是用NP四重主義 這台語很難翻 我也不會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是用國家資源 給一些地方派系 做一些中層的交換 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運作 但是那時候的背景是什麼 是討論 那時候是威權時代啦 但是我就是說 台灣現在民主法 這麼多年了 地方派系跟過去不一樣 現在多 現在多是一些 人情網絡的集結啦 那你說硬要去跟扯上黑金 我覺得也沒有道理 如果過去 他們有一些黑金的背景 該償還的 他們也都償還了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是說地方派系 譬如說用飄格 飄格大家知道 他是正南公文當時 他也洗白了就對了 每年的那個媽祖落盡 如果他這麼壞 這麼差 剩下也有去過嗎 你講他台中政府議長 台中政府議長 如果說他真的這麼差 硬要罰就不應該 跟他靠近嘛 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現在漂 他要把這些地方派系跟黑金 政治化成等號 我覺得對他們是不公平的啦 當然韓國瑜在這個部分 要怎麼處理 是要等距還是要怎麼樣 當然他又會有他的選擇啦 那剛才講到這個台中的紅派 至少前一陣子那個張青棠 他也率臉了一些現議員嘛 黑派當然那個顏勤表演 都去高雄就看韓國瑜嘛 所以我覺得 我不敢說紅台中的紅派 百分之百都支持韓國瑜 可是大部分 我覺得台中的地方派系 會支持韓國瑜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啦 漂哥絕對是有情有意的人 他譬如說 但是他講這一段 平函你就覺得有情有意的 他絕對是有情有意的 不然他不會在台中 這個混得還不錯 或是說他在台中 人員這麼好 那當然他講的所謂的 這個輸了還不甘願 我覺得他是指什麼 他指制度啦 制度 就是說國民黨 我們有総選 可以推出一個好選人 韓國瑜 如果現在還有其他同志 東緣要出來參選 我覺得不要說是這個郭台銘 如果是其他人 最後做出這種選擇 他也會一樣的批評 這是大愛跟小愛 我不認為說 我不認為說這個漂哥跟這個郭董 他們就怕拍鋼琴 你把漂哥講得好偉大 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中國國民黨 因為到制度推出連戰的時候 他是力挺宋楚瑜 可能時空環境 這個國民黨跟國民黨 是不一樣的 當然不一樣 制度不一樣的 那所以說 指責力還不容易前面講得很好 一夜講一夜又回國民黨去了 不然呢 我會說 顏清彪 他的 我會說如果他這麼差 你不要為難他了啦 我說真的啦 我說他並不代表說 他一定是什麼多清廉多崇高 我不會這樣講 可是你要把他打成他是黑金政治 那總要講一個實力 或者說講一個 我說他如果過去該負責 他已經負過責了嘛 那地方派系的支持 你包含雲林 包含剛剛我們講花蓮 高雄現在力挺韓國瑜 我想是沒有問題的啦 可是這一部分要觀察就是說 未來王金平在這個部分 假設他是挺郭台銘 那未來這個部分 會不會有一些移動 這是值得觀察的 我不敢說百分之來 全部的地方派系都會支持 對啦 這個部分就要觀察了 的確 好 再來關心高雄市長 韓國瑜的部分 今天上午他出席的市政會議 那針對行政院長蘇天昌 雖然他說呢 他的演說用晶晶體啦 讓美國人笑死 那他只說了very good 好 這個字來看VCR 太早看會不會被愛罵 那我們開始 韓國瑜上午市政會議 除了想擺脫遲到罵謎 還主動大談選前政界 愛奇摩天輪有譜了 8月30號大家 遊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使出來 我們愛奇摩天輪的說明會 這個月的月底會正式對外面來說明 說得很有自信 要拼市政有感 但選總統之路 對手可是緊盯他的一舉一動 上個週末為颱風不跑選舉 行政院長蘇貞昌話說得有點酸 蘇首長接手崗位都給予鼓勵 但對於韓國瑜的金晶體演說 卻是炮轟 會讓美國人笑死 坐鎮救災 沒有去跑選舉行程 院長是院長聖誕 蘇院長very good 他說你說金晶體 會讓美國人笑死 我已經說very good 我們北漂的小孩子回來了嗎 然後我們北漂的小孩子沒回來 是 結果結果咧 我們的親愛的偉大的總統 未來的參選人 總統參選人 他要北漂了 我們看到韓國瑜最近聲勢是一直掉 那我們剛剛VCR也看到挺韓的潘金晰現在也後悔了 所以在上一段我們討論韓國瑜現在聲勢掉 但似乎還有個底是不是有個20% 瑞德哥怎麼看這部分如果挺韓再流失 這恐怕20%不見得是個底是不是還有可能再往下了 前幾天有國民黨相關的這個扶選人士說啊 那麼韓國瑜的這個民調跟選情啊 谷底翻身 可問題是他必須這句話成立的前提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很重要就是已經到了谷底了 現在看起來谷底還沒到啊 你知道嗎 還在往下探 那麼往下探的最主要原因其實 這個說起來非常諷刺 並不是因為民主進步動怎麼攻擊你 然後呢這個蔡英文啊怎麼那個K你啊怎麼樣 沒有 你要想想看剛剛的那個北漂媽媽是不是支持韓國瑜的 是 然後呢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北漂媽媽是支持韓國瑜的 那麼之前有一位在去年的時候還剃光頭一個女性也是支持韓國瑜的 那這些都上節目以後呢 在叮這個韓國瑜在打韓國瑜 那除此之外呢 那麼請問楊秋鑫是你的輔選大將 王金平三三造勢也是他出錢出力 然後呢黃光琴還乾脆幫你出了一本書 然後這麼多人 哎都是力挺你韓國瑜的選舉不在乎 以前說開錢買就有 我現在說選舉不在乎多減算就有了 什麼意思你就多多票 多多票 減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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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知道了嘛 多多票連柯文哲這關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都嘴巴還會講 敵人要少朋友要多 你搞清楚嘛 敵人要少朋友要多 可是你現在都要相反 為什麼呢 那麼 經理法委員羅書磊去高雄啊 送這個勝功啊 防文藝嘛 我那天看電視 哎呦 韓國瑜坐在旁邊啊 結果沒時間我回來後啊 羅書磊就去堵到黃創下跟黃創下 好評語跟黃創下說啊 創下怎麼啦 去年還是好朋友 今年為什麼這樣子呢 我們拜託羅書來講一下黃創下 昨天他臨書寫了一個君子無私交 亦無私願 意思就是說我跟你這樣 我對你這樣鞭策 不是為了我們有輸高還是有輸緣 我剛告訴黃創下說一句話 你知道韓國瑜為什麼這麼多眾叛親離 大家為什麼盡情支持的人一個一個走 對 既然去年黃創下是好朋友 你沒有他的電話嗎 他去年在上六歲的時候沒人看好他的時候 還跟黃創下吃飯呢 你沒有他的電話嗎 你不可以親自拍一張電話給黃創下吃飯 不好意思 你可能有五歲 要請你來記一下臉來解釋一下 不就好了嗎 那麼除此之外 黃光晴也是一樣 黃光晴給你出一本書 百幾萬的版稅年而已 比起你只有一票30塊89萬票 2677萬 還跟那個選舉人 政治現金給你 現在還捷餘1500幾萬 你要選總統 可能還要中億放口袋 為不主導 黃光晴去摸摸又不是為了錢 最主要是為了你這些韓粉 去供喊說要對他的孩子不離嘛 你站出來說就好了嘛 人家說要對你寒冰不離 哇 氣噗噗 又什麼事衝著我來 然後什麼說 氣得這樣 我那跟你怎麼樣 奇怪 你的孩子是補 你的孩子就是補 別人的孩子就是吵啊 黃光晴去的財貨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 你如果是真的把黃光晴當作朋友 他還說我難聽 去年又是聽你的韓粉 你為什麼不要一張電影一樣 跟邀請來高雄市政府 然後呢 當著他的面出來呼籲說 什麼人說他孩子 什麼人就是吃韓粉 我的唾罪 他要給他掛出去 因為我韓國瑜不需要你這種人 不就好了嗎 但他好像完全沒有做這些動作嘛 為什麼沒有 可能連電話都沒有打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呢 楊秋生去用 雖然我太可能 太不像楊秋生啦 如果楊秋生 他不需要去用打到旁邊啊 還有啦 順便提醒一下 既然韓國瑜有什麼感覺 黃光晴 楊秋生 對不對 他們這些人對不對 這個蔡黃山 他們這些全部都是公家 都要做 連對面也有意也要做 對不對 一定要做 不用再等了 我王室就跟人 跟兩百多人 馬上過 對不對 還在等 等整個部 馬上說過就過 不對就過 過幾部 不要在說幾部 就說整個 要搞到當時 搞到明年 算說 算是結束比較好嗎 對 所以我就說了 韓國瑜現在紳士下滑 難道是綠營攻擊他造成的嗎 還是他自己自爆所形成的呢 我們看到其實韓國瑜的自爆 可以說是一樓框 我們大概列舉其中幾項 包括李嘉范的豪華農社 被人家踢爆是大違建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改善 那最新的進展是說 沒有收到改善公文 所以雲林縣政府是今天寄通知書 要排訂 拆除 這是一個部分 顯然李嘉芬 是沒有要自己拆農社 所以這個問題有可能一直 伴隨著他 一直選到年底 再來就是趙守博 在7月底的時候 他也建議 韓國瑜 你要宣誓當選總統之前 你不要喝酒 所以喝酒的問題 是別人污蔑你嗎 還是你自己有喝酒的問題 再來8月8號下午才出門上班 也是被人家踢爆的 再來他們的黨內的 陳鴻昌 前委員 就很酸他抱女人 吃喝玩樂等等 再來還有打麻將的問題 民進黨議員林志同就報 就報出他在巴厘島打麻將的照片 就打臉自己說他 怎麼上任市長之後 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再來就是最近的追蹤器 自己自爆 其實根本就拿不出證據 昆仁委在這邊 前一陣子你有講韓國瑜 韓國瑜是說要跟你告 到底是告了嗎 我跟今次都要不接到地檢署的船票 都沒有 那聽說也聽不聽過 韓正宇說目前來講還在準備當中 但是當時我們對我們所說的 我當時我看到韓國瑜的發表聲明說 要跟我和黃光晴 跟我們兩個 那整個 我相信我們藏起來用不實的事實 誣蔑他的人格 因為這樣 我也去讓祈禮 去中天裡面練多久 我現在已經是沒有 我現在已經是沒有在公寺 也是一樣 我跟你說 人人在做天 你看你每一個人要對你自己的行為負責 沒關係你祈禮我賴昆成沒有關係 我做過的 我也曾經為了為這個付出一些代價 我們也都認了 但是 但是 你現在 那天說到那樣 像我和黃光晴都在汙蔑這樣 等那久了 你生成這樣 社會也覺得我們在汙蔑 但是你跟現在我們說要法院來建真章 為什麼你跟現在在外國 對 要去就去過了 我以前為什麼 我為何年偶爾上做政論節目 我去練都在練科文做比較多 我幾乎不要說到你韓國瑜 你韓國 你那時候陳其邁也說一句 我別說他 我別說他的個性 那時候這麼多資料 我都知道 我為什麼開始在說你 你開始你說去澳門去簽MOU 說簽多少 剛才多少 我就隨意拿去北農 你去那邊簽一萬 結果拿七百元 收七百元 如果有人在問說你為什麼七百元 你還怪說是阿里山的地有農藥 屁到那裡 他在農民 那時候我開始覺得 韓國瑜你這個人 真的常常在練習過 都說過 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那時候如果他變在小 我有說到一些事情 我們就要來說一下 他那時候常常說他上班認真 但是我從事的韓國瑜 你是常常喝小酒喝三個半枚 你如果不是去喝小酒就打麻糬 不敢回去你家裡睡 你才跑去北農裡面睡 你說你在照顧你的伯父 基層完工 說我寧願 這個我們公司有引力 我們要照顧七成員工 但是我們把北農 就是獎金的那個拿出來 基層的薪力 五千而已一萬 你一個人 九十二萬五 所以你經常在所說的 我經常在碰風 經常都說到 說到好 像自己拌勾幾拌 拌勾 住民都很好 結果十多的情形是這樣 我一項你說什麼 我就給你拌勾 你的任用人士 我就告訴你 你北農進來 違法任用 沒有經過考試任用 違法的帶員工 或是你的不相關的人 出國去旅遊 這裡一項一直說 說到你喝小酒 我覺得說喝小酒 打麻糬 像這個通勤商 這個笑容的威 我說的 前幾項設計法 這個刑事訴訟法 那個刑法的 我講的 你那麼多十件 來 我現在 我在列舉十項給你 你要告我哪一項 你告訴我清楚 你如果是全部都告的話 那我絕對告你誤告 不然大家來試試看 你如果選兩項來告 是不是 其他你要相信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 我也鄭重了 像韓國瑜 像你的韓國瑜 進行前總部 提出一個嚴正的一個聲明 我們要求你 限期對我提出告訴 包括黃光琴 也以委託我來講這句話 我們敢講就有所本 我們敢講就敢跟你在法院 敢跟你在法院 你也跟你 我們人證物證跟你見真章 你不要用這種 提告的來 打一個汙桌戰術 很像要告我們 很像威嚇 這樣就說我們說的就不舒適 一項一口來 我們說你去酒店喝 喝熱酒 說你發消費 來 對象你 我覺得 這有誤蔑到你的人格嗎 我這樣說會舒適 你如果覺得沒有 沒關係 我們調整人 大家來問 大家來說看看 ok 我覺得他最近 他現在說準備 整部還是在準備什麼 要準備我們年底三紀過 我現在他 他可能早上喝酒 比較沒在喝 比較沒時間好喝 另外他 稍微喝下去酒吧喝下去 就出事了 就這樣說起來 就開始直播說 我覺得最近 我為了上網 我也去找一些 問一些醫生 因為趙索佛在說 叫你要改酒 後來我發現 他最近還有方腔走板 我就去查 那邊問精神科醫師 他說他這個已經 幾乎應該是 有犯了酒精 借斷症後期 就是你這個人 回去來 生活也不正常 回去來 經常喝熱酒 就喝醬酒 喝米酒比較沒關係 我們真的說 他都要喝白酒 喝白酒 你說一不喝就 一不喝就開始 會發生發抖出汗 噁心 坐不住緊張 然後這個會有幻覺 注意力不集中 神志不清 任不得人 這個胡言亂 你都都有嗎 不然你正常人 正常人在做市長 會去白酒 我看 我剛才 連我去看一看就笑了 來 你怎麼說 突然跟你說 我方向對監視器追蹤 結果問問又沒有 何等重要 這個對一個國家的機器 高度過度濫用的這種情況 被害妄想 就突然說 你什麼在生機 背去他們家而已 就是那個國安 這個國家機器 在監控 我們真的 重規他這些的行為做 真的我們很高度的 懷疑他的精神上 是不是有受到很大影響 這個戒酒斷後 現在照守沒害死人 要戒酒也慢慢的戒 不要說一次要跟他戒 本來一禮拜 五天你現在改善 三天 兩天 慢慢來 漸進式的戒酒比較好 不要一次戒太快 戒太快就會發生這種症狀 昆蟲委員真的是說了很多 爆料也很多 當然韓國瑜這個部門 是不是要趕過賴昆蟲 昆蟲委員已經在這裡等了 你如果不幫我靠 我要幫你靠 來 指責稍後回應 韓國瑜現在是要怎麼處理 來 米鳳姐怎麼看 現在可能大家也在看韓國瑜 那你既然要改 就要趕快告 那你到底在準備什麼呢 為什麼之前所講的話 反正是虎頭蛇尾 沒有動作咧 這如果是像賴委員講的 是酒精症候群 那就沒有什麼好解釋 不過昨天他在他的line上面 因為我們都有追蹤 不是說因為是要跑新聞 他就講說前半場輸了沒關係 後半場會贏回來 意思就是說 他承認他前面 這些有的沒有的 通通是自己選戰的錯誤 然後他下半場要修正了 那大家也不曉得到底要怎麼修正嘛 對不對 你像這種你今天 恢復喝酒啦 恢復喝酒就不會爬樹了 就清醒了 對啊 當然賴委是開玩笑 不過他今天就開始講說 這個他什麼這個開會不遲到了 恐怕是一個開始 那我們就注意看嘛 但是問題是他這一連串來 其實連國民黨中央都非常的緊張了嘛 什麼防火牆的措施啊等等 可是他每次都自爆啊 那你看那農事從6月28號爆發 到現在為止 如果你真的要這個做一個澄清的話 你就趕快 你趕快處理啊 可不是啊 他現在就叫雲林縣政府慢慢的這個評估 然後再送什麼評估 然後等到哪一天再要處理 他現在跟那個所有關心他自己的人都說 他會處理 但是處理到現在沒有一個步驟 李嘉芬好像說去跟內政部提訴願 對啊 那所以說那要處理嗎 那根本就是打抱不平嘛 從頭到尾都不服氣這個東西 不過因為他9月中旬會有一個改組 潘恆旭可能9月這個中旬會下台 他整個進辦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高雄市政可能要做一個分開的處理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對於韓國瑜的這個包括所有民調一直往下滑 然後這個整個只剩下所謂的基本票源嘛 那你有沒有辦法再擴充 我基本上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你要怎麼你民調下去 除了柯P那個天才就說 你看我這種天才才有可能說 民調低以後就拉上來 可是這樣不是啊 是四大運幫了他的忙 那你韓國瑜有什麼外在因素可以幫忙嗎 完全都沒有 香港的局勢只有對他越來越壞 他自己的形象已經破壞之後 中間選民最重要的是 你跑掉之後很難再聚集 大家都覺得說寧願怎樣 也不要投給蔡包 不 寧願投蔡包也不要投給草包嘛 就比如說大家對於蔡英文總統 當然職位上面有些維持 但是看到韓國瑜這種表現 那你說那大約根本不敢投給他 其實國民黨立法委員 最大明顯就說 我看板都不敢跟他掛 那大家想說時間還早 我不願意浪費錢 是這樣嗎 如果是當年滿久 你早早就掛上去了 如果是去年的韓國瑜 你也早早就掛上去了嘛 所以我覺得說韓國瑜這種這種情況的 不要說要不要喝酒啦 或是沒有喝酒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 所謂一個講局率比較重的 就是得不配位嘛 他根本沒有這個資格去選 國家的領導人 他偏偏要這麼企圖性這麼大 這麼貪心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造成 國民黨一個很大的災難 是的確 國民黨的災難 現在到底要如何處理呢 面對韓國瑜這樣子 都這個民進黨或綠營都還沒有真的去打韓國瑜 自己就已經自爆這麼多問題了 來指責這部分 好像成立什麼防火牆小組嘛 是不是也曾永泉去擔任什麼樣的 什麼總幹事等等之類的 到底有沒有辦法幫到韓國瑜呢 特別是我們剛才提到了這個農社部分 如果說李嘉芬還是去提訴願 要去什麼跟這個內政部等等 感覺上要把問題丟給中央處理 那老師講你們這些其他人 有辦法幫到韓國瑜嗎 事實上這個階段 因為大家都關注在我們內部整合的問題 那事實上有一些選舉的架構 我們慢慢在 已經在做了 譬如說我們全國競選的後援會 我也可以透露事實上我們 這個最近也已經把架構好了 人選也確定了 我想接下來 接下來因為這個到17號可能會一個 因為17號就知道說 會不會這個郭台銘會不會去 你們就是曾永泉嗎 曾永泉總幹事 我講的是後援會 那是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那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說整個選舉的步驟會 會持續來做 但問題很大 就是他自己的問題都報不完了 這部分都還不是綠營說什麼 開記者會炮轟然後爆料等等 都還沒有自己已經報成一堆了 那還有像昆德委員部分 他都還沒告啊 人家就說等你來告 另外這個就訴訟的部分 我這也可以很負責任說 該告的都會告 該告的都會告 那我算不算該告的 我曉得 觀眾朋友你再等一下 我不確認 他不可以告陳宏昌 因為陳宏昌手上還有料 還沒報完 我認為應該是會告 陳宏昌的部分應該告 那時間上 現在正在委託律師 正在積極處理這個事情 也不用研究 如果說韓國瑜過去做的事情 你都講出來 這樣子是要告什麼 韓國瑜能告什麼 這個部分由律師處理 因為當然韓國瑜 當時韓市長出來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 因為他認為就是說 這一些都是已經過去 他年少荒唐的事情 年少輕狂 年少輕狂 如果講的是現在是 那當然對他就是一個惡意的污蔑 那或者說跟一些事實 有所不符 那他當然有權利去告 那當然我覺得走司法途徑 每一次選舉都會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是當事人的權益 就去做 那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 說最近這個議題 對韓國瑜都相當不利 我承認 事實上 我覺得這些議題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尤其當韓市長 如果第一線出來回應 或出來這個說明 這是他自己引爆的 不是外面 我說假設你說的 不是外面爆料的 我們真的說 你回到他回到他 沒有 韓國瑜嗎 我當然也回到他 你回到他 我現在在說消費 那你是高雄人嗎 沒有沒有 我全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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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說我覺得選舉的技術面上 的確要改進 所以我剛才就講了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步驟 我們會反手為攻 然後該 那農社的部分怎麼 你要攻什麼 農社 我剛剛講的不會是農社的部分 那農社的部分 我覺得這兩部分 就是說他有沒有全民 提供那個真實的事實給你們 沒有 很多職業律師團很可憐 有的害逃就回去了 我說實在 委員我給你報告 其實我也是建議說 如果這個部分能 這個更完整的對外說明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那時候韓國瑜就說 一切依法辦理 陳宏昌的部分要不要完整說明 當然會 如果他提告的話 那當然就會一個 那提告會有訴訟 訴訟 你看那個訴訟文書 就知道了 所以說 所以說 昆成文說那個什麼 酒店發小費的 那可能要完整說明 如果說 沒這麼大事我講有的 那我真的有可能 有可能是毀謗 如果我講是事實 他又要告我的話 變他誣告 我就跟你報告 大家來 我上市對你下市 我來歡迎大家來健身 我有感覺到你很勇敢 你很勇敢要面對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法律的問題 那個什麼 韓正宇會有律師 在處理這個事情 那最後我補充 剛剛主持人有特別講 這些事情 這個感覺讓這個韓的 聲勢或民調下滑 我承認 那第一個步調會轉變 第二個 我一直講 韓國瑜的市政的成績 一定會牽連到 他明年選舉的支持度 百分之百 所以說市政是基礎 是根本一定要做好 比如說今天 對我而言 我就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消息 正面的 這個愛情摩天輪 禮拜五 高國市政府要開一個說明會 有幾十家廠商要來投標 要來做 假設這能完成 對韓國瑜 當然是一件加分的事情 所以類似這種事情 我覺得後面會越來越多 我今天以為防火牆小組先去審查 先去聽一下他的計畫可不可行 到時候又鬧一堆笑話出來 防火牆小組針對選舉的議題 這是市政的部分 要讓專業去做 也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是不是 之前也就有了 什麼開始 市政很多都是民進黨的前朝遺孽 可能會害到他 但是我想要補充 就說我說真的 比如說剛才我們講的說 對韓國瑜批評 內部的人批評是最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舉這個難免 可是問題是你做好 自己候選人的這個事情 把你的市政加強 我覺得就是對他最好的 來 年華哥怎麼看 這部分我們就說 國民黨要怎麼樣去幫韓國瑜 恐怕是不是很難 因為自己自爆了一堆問題 光是農社部分 你說國民黨能幫他嗎 恐怕也是要他自己解決 有一句台語叫做新鮮藍牛無名客 2011年蘇家傳那間農社 那就是頭上一個劍本給你炒 蘇家傳那個農社 我再提醒大家 沒有任何圍獎 沒有任何圍獎 所有的見譜都是照規定棄的 沒有多棄一坪出來 農社沒有農業 但是因為農地沒有農業 所以因為有違法沒有 沒有違法 但是蘇家傳 因為當時他要選副總統嘛 社會關閃不好 好 我整間家我關出來 韓國瑜你不會學嗎 你是要選總統呢 蘇家傳 只不過是副總統而已 你還去跟內政部宿院 對不起 我講一句比較重的話 丟不丟臉啊 你還有什麼好宿院 他現在要打算拖 對不對 因為這個宿院一弄下去 我懷疑 你真聰明 我懷疑 這是有高人指點 你宿院一拖 現在已經八月底了 在九月了嘛 每年一月才要選總統嘛 宿院好 駁回之後 我還可以打行政訴訟呢 我還可以拖到每年 拖到每年 總統選了 我如果動選 欸 你們祖母的住宿 誰敢聽 總統扶林的住宿 我如果不動選 大家也忘記了啦 沒關係 大家選了就算了 但是你的態度是怎樣 你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你的農事 第二有委長 第二 農地無農用 然後呢 你現在管政府 管政府已經說 這是委長 要派的人去聽 你現在用素緣 今天分林管政府 已經出來說了 因為這個事情 現在正在 是在輸法的定屬 所以我們漸屍 沒辦法去把它叮擋住 就拖過了嘛 拖到每年了 那你這樣子混下去 你覺得對韓國瑜的民調 會有任何的加分作用嗎 越烤越多分 對啊 而且選舉選到明年的一月 難道這個農社要一直陪伴著 韓國瑜繼續選這個總統大選嗎 來 郭董哥怎麼樣 這部分 郭民黨有多少三天 還是自己的問題都不會解決 郭民黨現在是要怎麼救韓國瑜 兩項事情 他沒辦法包裝嘛 一個杜嘛 杜你沒辦法讓鄭人獲棄嘛 一個是財 你的財不足以領導嘛 這兩項你 郭民黨要怎麼去包裝一個人 那沒辦法包裝的啦 大家都看現場 全台灣人民都在看 你自己怎麼捕 這出的捕來捕去 每個人都在捕這個有的不的 對 拚敵跟材人 那不用騙人 你說今天都沒有做一件事 常常說有辦法幫你包裝 像以前馬英九被包裝得很完美一樣 造神是這樣 你自己摸這麼大招 你叫人怎麼跟你說 那不是啦 那不是啦 你只會說過期的事 我現在改了 你現在改了 他現在疑心病重大 我每次看見畫面 只要他戴帽子 然後再換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樣怎麼能夠問頂大衛的一個人啊 你是庶民 號稱庶民 你都不肯跟人民在一起 赤裸裸坦 當然要跟大家在一起啊 所以柯文哲幾句話說最重要 如果想到韓國瑜做總統 他就走到要死 晚上都睡不著 他只是說他要怎麼治國 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怎麼治國